好 好了 所以 这就是我的工作 你只需要听我安排就可以了 这身婚纱 就像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今天你第一天拍摄 所以我请Alex先生过来 为你监制 我听说你要穿我的婚纱 拍杂志封面 我觉得很好奇 就过来看一下 希望我没有让您失望 好了 准备开始吧 嗯 你很幸运 你很幸运 是 其实这一次找人谈品牌合作 主要也是为了她 是她提醒我 如果能让更多的女性 因为您的设计 而对婚姻充满信心 那将是最好的事情了 我看好你们之间的爱情 你们两个真的很过气 我也很感激遇见她 她给了我很多启发 其实我这次来江北 就是为我的品牌 就是为我的品牌 物色合适的人选 你虽然很成功 很专业 但是我担心你的商人思维 无法准确地契合我品牌的气质 如今有顾小姐在你身边 我也就放心了 如果我将品牌的代理权给你们 你觉得OK吗 我觉得西西知道这个消息 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有什么条件 您尽管提 我的条件是 你们要不要合个眼 我去打扫银子 这张照片 回头我寄给你 好的 那我就先行告辞了 多谢 老够了没有 你刚才跟Alex都聊什么的呀 暂时保密 不过无论如何 今天还是要谢谢你 因为你 我和Alex谈得很顺利 作为感谢 我请你吃顿饭吧 吃饭就不用了 那个你呢 就离我有多远 就走多远 这里可是私人庄园 没有出租车的 那我是不是有腿啊 没关系 不就是从头再来吗 怎么没有车呀 有没有肚 有没有肚 能力的吗 不用你管 上车 不用你管 我自己能走 你别误会 我只是怕你耽误我的时间 你在这里浪费一小时 我就要在餐厅多等你一小时 我的损失你赔付得起吗 你这种情况不适合穿高跟鞋 你这种情况不适合穿高跟鞋 你 刚才接到了艾利克斯先生的电话 他最终选择了外眸 可早上艾利克斯在跟我谈的时候 还对本公司有极大的兴趣啊 你知道尹思诚用了什么办法吗 听说是尹思诚的未婚妻 说服了艾利克斯先生 顾西行吗 对了 上次那个颜料厂的人 是住在怀远是吧 帮我订一张圈内里的机票 好 我吃好了 那今天合作愉快 我就先走了 等等 这些年损失的钱 飞昂已经打给你了 这张支票的额度是一百万 我已经欠过字了 你可以随便填一个数字 就当做是今天的酬劳 我说过了 我不需要你的钱 钱少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图谋什么 图谋 你什么意思 我认识的 像你们这样的女人 所做的一切 难道不都是以利益为目的吗 你不要这一百万 只能说明你想要的更多 你不妨直接告诉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从不会 真喜欢上我 对吧 李思诚 你有钱就可以随意评价别人吗 凭什么那么说 我